爽脆晴甜的四季豆 炸至干扁之后 与皮蛋咸淡会炒 增添滑嫩鲜美的滋味 还有还有 单纯的以豆豉等酱料爆炒 更让四季豆呢 有了另外一种咸香的风味了 从921正在那年 他就开始投入了厨房志工的谢力荣 在普世的料理中 就学会了谦卑与满足 现代青素派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用一种非常乐观的人生态度 来面对他的人生 我们的谢力荣师姐 师姐您好 你好爱中师姐您好 大海观众大家好 知道吗那种乐观 不知道是天生如此 还是后天学到的智慧 后到学到智慧 后面才学到的智慧是不是 好 走到这个智慧来才学到 才学会对不对 那跟我同样 我们在智慧找到智慧 二十几年前就走到这里来 一直改善我们的那个心情 环境 家庭 这些教育 就你现在身体很健康吧 OK 但是很难想象 你开过什么刀 胜长肿瘤 后来肝脏肿瘤 还有膝盖开刀 对 你看 一个月开两次 好 一个月开两次 好 大部分人生病就这样物足下去了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晚上十点多睡觉 早上四点起来乘勇 所以他今天 令容师姐要跟我们 一边做料理 一边分享 他如何让他的身心灵 都变得这么健康 好不好 好 那你今天做的料理是什么 四边四季豆 好可爱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是两道料理 一道是四边四季豆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一道两吃 四季豆两吃 对不对 另外一道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 四季豆两吃 晶莹蛋炒四季豆 材料有四季豆两把 皮蛋两颗 咸蛋两颗 辣椒丝少许 调味料有 盐 冰糖 玉米粉各适量 四季扁豆 材料有四季豆两把 红萝卜半条 调味料有豆豉 冰糖 盐 素干贝酱各适量 好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四季豆呢 我们很爱吃 对不对 但是呢 很麻烦 我们去外面吃四季豆的料理的时候 一面吃 一面就这样 用嘴巴去剥那个丝 那个粗粗的鲜味 对不对 人家那个四季豆就切好 那真的很麻烦 那自己在家里 我们要怎么处理 是从头吗 从头 从 从这个顶端 我都是从 啊 口头是头啊 这个是头肉 这个是肉肉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豆子长出来就这样 它这样长 对啊 我们从那个 最尖尖的地方 先来撕 对 这样子 对 有啊 你看 就是慢慢的不要急 顺顺的撕下来 你看 诶 站住 它是你厉害了 好 然后等一下另外一边呢 这边就从这里啊 就从另外一面啊 对啊 对啊 两边不一样了 你看这样 慢慢的撕 这个比较嫩 对对 这就比较是一步了 很有纖维的 然后四季豆要稍微扁 找那个 小小鸡的 越大鸡就是越厉害 越小鸡 越小鸡 对对对 较胖的 较胖的就是较久了 就是要这个细细的 细细的小小条的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就是选也要选对 对对对 好 然后这个四季豆 就是处理好了 就放这儿 然后再来怎么样 什么感觉呢 我们来处理这个 配色那个红萝卜 好 红萝卜要怎么做 红萝卜要切条是不是 对 配那个是这种 听说 你以前这个 从小是身体就不好吗 从小是还OK 不是 我什么时候发觉 自己长那个什么 胜脹肿瘤 对对 对 那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红萝卜要切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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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很吓人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那本还没进池基吗 进池基了 进池基了 已经进了二十几年了 对 那听说 你在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对对 也就参与 那个到鸡鸡鸡国小 那边去做香机 对 那边去到 做香机有时候 我拿花座的时候 整个那个 死压管 突然就是血压 他飙得很高 哦 那人到 我整个头都要 快要爆炸 就是感觉就是 快要爆炸 人家说 他说 脑筋在叩子 对 那当时是不是想到说是血压膏 对 一直找医生 连后就是心脏一直跳 一直跳 心跳的你好 那我们是学医 一直找那个心脏科 对对对 会想到是应该是心脏血压的问题 对 你找找找找找 对 后来有学医生去大陵医院做 他在医院做工都跟我说 对 那我们大陵医院的那些人 院长 对 他在心脏科 我们来去看 去看一看 去看 他就根本来说有毛病 说你有毛病 对 不是单纯的血压心脏的毛病 对 真的厉害 后来扫描了 扫到 有数公分 我这次还要问 诶 什么四公分 老公你不要紧张 你好像有肿瘤数公分 那我们现在要去 像那个吗 对对 在哪一样 在四季豆 好 四季豆 那油要烧到多热 嗯 热比较快 热的话比较快是不是 对对 好 这个下去了 来 好 这个锅很容易就 温度就很快了 对 好 哦 把水分榨干 对 滴滴招 这是我的说法滴滴招 等一下 我把它用干涼的 都没有水分 我还要滴滴很多 你看 因为它自己是一个 本身里面就是有水分嘛 对 所以它就会滴滴 still 就是我们把它 dif 一起下去好 好 一起下去 然后就这样 让它慢慢榨 嗯 那这个部分 因為一定要油夠 油夠 對 油不夠炸不透不好吃 對… 所以說我們在起醬油鍋 我們可以一次要炸的東西 都一次把它弄起來 對 要不然真的家裡面很少說 對啊 炸這麼多油對不對 對啊… 我說在我家裡都是 我們一點點的油下去 稍微煎一下 但是… 但是不夠好 就是很注意去看它 好需要去… 稍微就是這樣 可是你為什麼會去參加香雞組啊 好像對…我對香雞組… 比較好樣子吧 要煮吃的對不對 要煮吃 對 我要煮吃 所以說你看到那個… 九二夜地震到集集去承擔香雞 你那時候說那個… 好像血壓上來 然後頭痛得要命 那個時候心裡面會在想什麼 聽說有的… 還滿好笑的想法 還滿好笑的想法 想說我… 我心裡… 心裡在畢業嗎 我這樣… 小人都痛到… 我… 如果像很久了 如果像說你這樣做 有啦… 這麼多人會幫我做 喔 可真的是很有趣耶 你當時有怕嗎 其實喔… 人生… 動也很重 動也很重 是… 你要說自己怕也是會怕 我說不怕也是會怕 對… 好走就好 我就是說好走就好 算了 其實… 這是命中注定 對啊… 你不用走了 因為在那個當下還在想說 好你教材 有這麼多的師兄師姐 大家還可以幫我注定 好好笑喔 還有人生這樣想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的喔 好… 把那個… 油給他瀝掉 對… 奇怪… 四季豆喔 真的是很奇妙的東西 對… 它好像就是要經過這樣油 把它炸一下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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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红薄薄也撈起来了 那那个皮蛋的料理呢 它也是跟四季豆也是一样 等于说以一个四季豆做基础 然后变化的菜色嘛 对不对 皮蛋要裹粉仗 对 裹粉仗不像搁搁 它这都是搁搁 对啊 蛋黄里面都这样搁搁啊 对不对 对 那现在呢 把这个也撈起来了 这个我要给你一个小盆子吗 不要 这样就好了 好 嗯 喔 皮蛋呢 沾什么粉 沾玉米粉 沾玉米粉 对对 然后呢 再把它一起炸 好 OK 来 这个把它拿开 好 所以 皮蛋因为蛋黄软软的 所以它一定要经过 对对对 玉米粉裹满以后再炸才会好吃 不然你炒到整个糕糕 哦 不行 都会黏在一起 都会黏在一起 OK 好 因为一个油锅 它要重新烧热 也是一件比较 油盒吗 油 来 好 现在我来 不要炸太久了 就是稍微 炸一下下就捞起来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红油阿波跟四季豆 都放在一起吗 好 炸做的可以放在一起吗 好 可以喔 好 这个给你 OK 可以了 你看它就很稳定了 对 你就会这样 这个蛋黄 它就会流出来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要炸的部分 现在都处理好了 都处理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 准备要炒了 咸蛋 现在咸蛋也是需要 好 好 它一定很香 它炒起来有点像那个 起司的感觉 对 它只要用那个吗 蛋黄吗 蛋白一些没关系 蛋白一些没有关系 对 好 这个应该是很下饭 非常好吃 好 好 OK 好 然后 我们现在先来做 晶莹蛋炒四季豆 好 好 这个重点就是说 一定要把咸蛋给它 爆香香 对不对 那所以说那个火不能开太大了 对 要慢慢来 要不然就会焦起来 对 对 哇 就是要把它炒到这样子 好喜好 所以这个四季豆 我刚刚就在想啊 我真不容易 对 我一直想要吃个炸过的四季豆 一直没空 我现在你慢慢炒 我可以吃一口我的四季豆吗 在家里可以慢慢炒 慢慢炒 对 有那个时间都是慢慢来慢慢来 好 没有那么漂亮 炸过比较漂亮 对 无多这样就很漂亮 我来尝一下我的可爱的四季豆 嗯 很脆 哦 好好吃哦 它黏黏黏黏的 然后里面嫩嫩的 嗯 嗯 所以它这样 这样子 哦 真的 有人建议我加胡椒盐 也是 嗯 不是这样吃到那个四季豆的清香味 嗯 嗯 好吃 好吃 哦 这个炒到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现在要放什么 辣椒 辣椒 好 这个是辣的 一点点没有辣 哦 就做事而已 看颜色 哦 好香哦 咸蛋炒起来就好香 一半嘛 一半 好 一半 好 然后 哇 所以这个火要小一点 小一点 要要拌炒均匀 放一点 放一点冰糖 嗯 好 哇 好香哦 然后那个 金蛋已经炒了 银蛋呢 银蛋呢 银蛋下来 好 银蛋下来 好 这样可以吃吗 可以 好香哦 好 可以了 哇 起锅了哦 起锅 好香哦 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诶 我先来尝一口 可以吗 好 好啦 你没用 好 你慢慢炒 好 然后我呢 我就快快地吃 好不好 好 好 我来 Jas Intern 来 银蛋 看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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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哦 好香哦 这是什么 银蛋 饼 這一個 味道應該是比那個什麼好吃 哇 怎麼那麼好吃 我發覺這個金銀蛋 跟這個四季豆 合在一起 這比胡椒鹽好吃多了 好吃多了 真的 但是胡椒鹽多傳統 而且還多單調 這個配起來 而且那個鹹蛋炒起來 又鹹又香 好吃 這到我眼睛都亮了 我孫子炒了一大盤都 阿嬤我把你吃光光好 你說這個金銀蛋是不是 對 孫子吃光光 阿嬤我把你吃光光好 精釀吃 這個絕對會吃光光 好好吃的 你看吃了 吃到我開心的不得了 好 鹹 還把它全部吃光光 嗯 好棒 這個皮蛋炸起來好好吃 它是會彈Q的感覺 來 一點冰糖 同樣是巨豆 對 兩種不同的風情 對 哎 真是千變萬化 對 然後換這個咖啡醬 這咖啡醬 換一點 對不對 對 哎唷 你這個阿嬤 這個阿嬤 你這個阿嬤 你同樣一個世紀都有炒出這樣 哪個孫子不會說把你吃光光啊 蛤 像我現在都已經想要一口再一口 我現在已經想要一口再一口 不好意思喔 你孫子叫什麼名字 就是把這個吃光光的 陳偉智 陳冠城 三個孫子 陳偉智 陳冠城 阿嬤 還有一個陳麗婷 喔 不好意思喔 陳偉智 陳冠城 陳麗婷 我幫你把它吃光光 真的好吃耶 好了 OK 很快 好 這是這種風味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風味 好啊 好 這個裡面有那個 甘甘的 這個又是保證是另外一種 一種不同的感覺 好 來 這個會有一種 豆豉的那種醬香味 對 然後這個就是有鹹爛的那種 蛋香味 對 對 你看嘛 厲害吧 這個阿嬤就厲害吧 同樣四季豆 不同的風味 好 感恩你喔 感恩好吃 四季扁豆 做法是四季豆 紅蘿蔔切條狀過油備用 起油鍋放入豆豉炒香 再放入炸好的四季豆 紅蘿蔔拌炒 最後再加入鹽 冰糖 素干貝醬略炒就可以了 丁硬蛋炒四季豆 做法是四季豆 剝去粗絲 炸至乾扁 皮蛋切塊 沾玉米粉炸酥 鹹蛋切小丁來備用 起油鍋 鹹蛋炒香 放入辣椒絲 炸好的四季豆拌炒 接著再加入冰糖 鹽 皮蛋 翻炒均勻 再加辣椒拌炒均勻之後就可以了 特別多久就是端午節了 一定要吃一餐來應景一下 你看看 這個飽滿紮實的粽子 香Q之中又帶點黏性 比頭還能夠吃得到米豆 菜脯還有香菇的脆感 真的是香味十足層次分明 鹹哥 你怎麼知道 要做出這樣子的米豆粽 裡頭蘊藏了多少的學問 首先 特選的米豆一定要先燙過 去除豆腥味 再以醬料炒香它 接著糯米加入拌炒之後 還得要不時地注意火候 並且不斷地翻炒 到它水分收乾 另外 每一片的粽葉 也都要先給它休息煮過 再一片片地刷洗乾淨 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包粽功夫 就是不能包太瘦 也不能夠包得過於緊繃 這樣子才能夠完美地呈現出 粒粒飽滿 有能有角的粽子 應該是每個段落都是環環相扣 葉片你要折好 因為折好跟你的容量是有關係 那粽子希望綁出來 是每一顆大概一樣的大小 那如果說你的葉片沒有鎖住好 沒有把它折好 你看看看到那個水煮好的粽子 邊邊是跑出一坨白白的米飯 會從那邊出來 那當然是不雅 自我要求完美的臨終會 是三重區一間素食店的老闆娘 但特別的是 這店裡頭到處充滿了唯美的藝術品 常常讓人家以為 就是一間藝術館 生活的美 是從任何一個角度都要去在乎它 團體的美是來自個體的呈現 當一串粽子 讓你在眼前呈現的時候 讓你眼睛一亮 怎麼看起來這麼飽滿 這麼紮實 應該也是一種生活的享受 從小在村莊裡就愛跟著大人綁粽子 在吃素之後呢 就很自然地 將粽子的內餡改為香菇 豆干跟菜脯 已經六十歲的她 即使是每天工作要超過十二個小時 她還是非常的堅持 要做這個搞缸的粽子 因為這對她來說 已經不是她的工作了啦 而是她的作品 自己其實還滿自戀的 看到自己的作品 真的是會起歡喜心 然後客人接觸到這個食物 她也是會讚嘆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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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趁這個吃 好棒喔 我是覺得她的食物 處理得很乾淨 而且很細緻 非常的美味 就出來這邊吃 她會買回去給家人享用 她最大的特色是 我一直都以為 她不是糯米 不會吃吃 然後就是 我很喜歡它裡面很多豆子 然後口感就是 軟硬適中 也不會黏牙 吃完真的是沒有子彈 客人對我的讚賞 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 那相對著 我覺得說我的責任更重大 經過客人的每一次 旅次的肯定 那我更加的用心 去在這方面來努力 繁复的程序是临终会对食材的坚持与用心 细腻粥密的包装更呈现出来 料理不只是美味 还是个高雅端庄的艺术品 没等到端午节了 任何时间都欢迎大家来亲身品尝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